hello大家好,我是山武章 今天我要带大家出门转一转 也是疫情期间在家待的实在是太难受了 当然为了确保安全,我做了拳套的防护 连口罩戴胶皮手套都戴着 休息大热天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出于转一圈大汗淋漓也挺舒服的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 我专门找了户外的雕塑员 毕竟是疫情期间没有机会带大家到休息的画廊看一看 等疫情过去之后 我会带大家转转休息的大大小小的画廊 艺术机构 还有去看一看艺术的活动 好让大家对休息的艺术环境 就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现在就没有机会了 毕竟现在休息都已经快成美国的疫情中心了 等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一步一步来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休息顿美术馆旁边的 Lydian Hugh Roy Collins Sculpture Garden 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 休息顿美术馆应该不是个什么陌生的地方 因为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 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美术馆 而且都会以这个城市命名 大部分都会以这个城市命名 那自然有一个叫做休息顿美术馆的地方在休息顿 欣赏艺术一样 谁都有欣赏艺术的权利 那我今天就不管那些艺术家的名字 我们就只聊聊 当我们面对一件雕塑作品的时候 要从哪些角度去欣赏它 我认为这个是更根本的 比你知道更多的名字要好得多 因为毕竟欣赏艺术是你自己的事情 当你能够感受到一件艺术品 它的可贵之处 你能够亲身体验到它的美好之处 我觉得才是艺术它的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们不管是谁 哪个艺术家做的这件作品 只要我们自己看着爽 才是重点 那提到雕塑呢 我本人就是雕塑专业的 那对雕塑确实是有一些了解 可是我还是要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跟大家聊一聊 想了半天 我认为应该去从雕塑跟绘画的不同 来跟大家来讲一讲 因为大部分人提到艺术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绘画 油画 国画等等 这些东西会比较在我们脑海中 会比较长出现 还真正想要想到雕塑 可能还需要别人提醒一下 还有雕塑啊 对对对 还有雕塑啊 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感觉 那雕塑跟绘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啊 最直观的不同呢 当然就是一个是平面的 一个是立体的 一个是2D的 一个是3D的 对吧 那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实际上产生的结果就是 3D的 立体的东西会与我们的身体直接发生关系 凡是平面的绘画 基本上 都只能给你的视觉 造成一个间接的 一种幻象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场 但是雕塑 恰恰相反 雕塑 它比你的身体要大好多倍 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身体的大小啊 所以我们会觉得 你看 比我们大的事物 比我们大的人物 甚至在意义上都比我们伟大 不单单是在体积上 那比如说我们在看大卫 或者是看一尊佛像 很大的佛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们是伟人 你就会觉得他们很神圣啊 对吧 那再比如当我们 看一件用金属做的 比如说带刺的一个雕塑 雕塑的时候 那你就会觉得 哎呀我不敢靠近 因为你的身体本能的 觉得这个事物很危险 所以你就会想要跟它产生距离 所以雕塑试图刺激的 并不单单是我们的视觉 而是我们全身的感官啊 这是第一 那么其次呢 雕塑这种艺术形式 还会被限制在现实的空间里面 那这就意味着雕塑它不能够为所欲为 绘画可以把人画在天上 和人画在宇宙里 把动物画在本来不属于它的地方 我们看过很多插画都是把动物画成机械的 对吧 可是雕塑就很难了 你想让一个雕塑飞上天 那需要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实在是太大 所以雕塑呢 总会让人回到现实 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幻想 看到的任何雕塑作品 当你扭过头来的时候 哪怕是它是一件抽象的雕塑作品 当你扭过头去 背对着它的时候 你马上就会回到这个现实当中 它不像是绘画 哪怕是 你就在这张画前面呆着 呆着 就一直那么呆着 它就永远是那个Illusion 就是那个幻想 可是雕塑你盯着它再怎么盯着它看 它都只是一个具体的 存在于客观空间现实当中的这么一个物体 你比如说在这个雕塑园当中 有一件Anish Kapoor的作品 这个Anish Kapoor的作品 最著名的就应该是芝加哥的那个巨大的豆子了 那么在休斯顿的这个雕塑园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一件比较类似的作品 不锈钢的这么一件作品 当你盯着这件作品看的时候 你看天空的反光 对吧 会将你带离你周遭的环境 你在这个雕塑里面看到的自己 也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看到的环境也并不是真实的环境 可是它就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在那待着 它创造了再多的幻想 它用它的反光 它用它的这种光学的原理 创造了再多的幻想 你一转眼就回到现实中了 因为当你离远了看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尸体摆在那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可能对绘画更加着迷吧 因为绘画总是让人沉浸在它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 这样的一个世界肯定会比现实更加单纯更加美好 所以我认为雕塑和绘画的第二个区别就是 雕塑会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它是在现实空间当中的这种艺术作品 最后呢 现代主义的雕塑 尤其是到了当代我们现当代艺术 逐渐开始打破这种传统 那么用现实的材料将人们包围起来 以创造在现实中的某些虚拟的空间 在现实当中创造虚拟的空间 注意 那么我们在视频中可能很难找到这类作品吧 那种机会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讲一讲沉浸式的雕塑 那大致意思呢 就是人们不再这个围着这个雕塑看了 而是让雕塑呢包围着观者 包围着观者这样的话呢 雕塑就可以就是做到另一件绘画做不到的事 那就是绘画再怎么样它只能被人围着看 你看卢浮宫的门塑里门对吧 每天都有人排着队在那等 在那哪怕就是撩这么一眼 包括故宫开门的时候 看的人最多的就是那张清明上河图排着长队 但是他们能做到的也就是看这么一眼 然后就走过去了 可是总体来说这些观众们的行为就是围着这张画上 看观看 这是他们没有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这个观看方式 可是雕塑现在不一样了 雕塑你可以用很多 包括我们从前讲过的Alan Capral 他的雕塑作品 他用一堆汽车轮胎放到整个空间里面 你自己就可以站在那些轮胎的洞洞里面 那包括很多这个当代的艺术家 我们将来可能会更多的聊到的一些艺术家 你比如说日本的艺术家草菅弥生 对吧草菅弥生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就是用很多彩色的点点各种各样的圆圈圆点去创造一个虚拟的空间 整个色彩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他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 把整个屋子把整个空间全都打造成一个彩色点点的世界 各种各样的小圆点 非常的魔幻非常的梦幻的这么一种创作方法 这样的一种作品 那这样的话雕塑也就不再是被人围着看的这种雕塑了 从前我们看传统的雕塑 你也得围着它绕着圈看 因为大部分的雕塑都是上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形象 底下有一个座台 然后这个雕塑呢要比人高一点 人在这个雕塑的周围走着看 但是现在不一样 雕塑现在是能围着人背看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这也是当代艺术家们对这个雕塑的这种拓展 它的边界的拓展 当然更不用说现在还有好多的这种虚拟雕塑 这个3D空间里面的虚拟雕塑等等等等 这些都属于对于雕塑艺术的一种扩展 那么总而言之呢 我们知道当代雕塑就是可以将人们更多的感官唤醒 而雕塑也不再仅仅是视觉艺术 而是一种综合艺术 那当我们站在一件雕塑面前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欣赏呢 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刚开始的这个问题的本质了 那其实我总结出来的答案可以很简单 但是呢也很有的时候也很难做到 那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共情 怎么样共情呢展开来说吧 就是当你如果看到了一件人像作品的时候 要是你能假设这件作品是你 你能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 你能感受到这个人物的身体的感受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件作品它在表达上 你把这个人想象成你自己 不管你在做什么 比如说罗丹的这个作品 刚才我们在这个雕塑园里边看到了很多罗丹的作品 罗丹的作品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好呢 它做的那么的草 潦草 上面甚至还有很多泥片在上面贴着 你都能看见它没有做完这件作品 它并不像是古典主义的那些大师们 做那么的光滑皮肤那么的细腻也没有 它做的很粗糙 但是你看一看罗丹的这些雕塑 动作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扭曲 都非常的奇怪 都并不是我们平常能够做出来的动作 或者说呢是我们平常做过的动作 可是呢是那一瞬间的动作 并不是像大卫那个动作是可以永恒的站在那的那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罗丹的雕塑就可以反映出人的比较真实的一个身体状态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感受到这样的身体状态 你能够去体察到这样的一个动作 到底这个雕塑它是在干什么 你就真正的懂了这件雕塑 那么再展开说一点 就是当你看见抽象雕塑作品的时候 我们看到雕塑园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抽象作品 对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感受到这件作品给你的身体带来的感官刺激 然后这种感官刺激又传输到你的头脑当中 并且你还能用某种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就算看懂了这件作品了 再举个例子 还是拿这个安妮施卡普尔的这件作品来跟大家举例子 当你能够体会到这件作品它如此之大 而且它的形体是非常光滑的 可是当你走进了以后 你又看到它形体的那种不完美 上面带有那么多扭曲的小的这些形状 可是同时呢你又感觉到它是如此的光滑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激励效果跟你的皮肤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呢在视觉上又刺激了你 你又能看到天空的反光 你还能看到周遭的视觉 这样的一个突透镜的这么一个效果 你又看到能看到比你的眼睛看到更多的这个角度 这就让你的感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刺激 同时在你当你走远了就看这件雕塑 它和走近了看这件雕塑又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雕塑给你的身体带来的感受 是欣赏它的方式 如果你还能够用语言将它形容出来的话 那么这件作品在你的生命当中 或者说在你欣赏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意义 这些话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的视频当中也把所有的艺术家 我看到的比较好的作品的这个艺术家的名字 给大家拍了下来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暂停 在某一个位置然后把名字记下来 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在留言区跟我聊一聊 你看到了这些作品之后的一些感受 你看到了之后它给你的视觉上的身体上的冲击到底有多少 那当然更是更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去这个雕塑园看一看 尤其是赶上班的时间 如果别人在上班你不上班你不用上班 这个时候人非常的少 我就是赶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的 人非常的少 大家可以在视频里面看到 就是零零星星那么几个人 那现在不跟人接触是非常重要的 安全起见了 如果有这样的时间段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疫情期间的舒缓自己的内心 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 看一看艺术品这样的话 能够让你的身心能够更加的安静下来 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转到这里 下一次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地方去 这个再给大家做一个做一期节目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 无论高低无论胖瘦 好珊瑚张跟你聊艺术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